那听这话意思 就是有人在推荐上动了手脚啊 怪不得杨柳问我 说你离开集团舍不舍得呀 那看来想让你出局的心情 还挺迫切的 会不会这次到我们回去 集团就得给你开宽送会了 会 有这个可能 我建议咱马上回去 开什么玩笑 我们马上回去 你知道任延安怎么想 别管老人怎么想啊 咱们现在得面对自己的危机 这危机危机啊 有危也有机 任延安给了我们这一次 历史性的机会 我们要放弃了 那就是犯傻 我们一个都不能走 必须显示我们的决心和诚意 看见识 刘毕丁没有杀一场吧 没有 不 有点 刘毕丁似乎被我们的报价给劲到了 现在我们唯一的对手是北极 那位孙董现在在哪儿呢 应该在红星 应该 应该 我马上练起西川称 不不 去导致导致佳和 好 我现在想起来呀 都还心惊肉跳 谁知道啊 居然白晴 是简洁克的商业间谍 我当年就觉得 这公司内部它有内奸 但是呢 事情发展得太快 而且事情一个接一个接踵而来 我就没来得及 把这个人给抓出来 等进来之后呢 有时间了 我把整个事件复了一下盘 每一个人我都想到 但是我就是没有认为 这个人会是白晴 因为他当时啊 在日日夜夜地陪着我工作 他也是日日夜夜地 给简洁克送信息 让您和洪远处处被动 是啊 要不然简洁克 一口咬定四个亿的报价呢 因为白晴他知道 我只要收留四个亿 我就能周转得开 不过还好 我当时啊 为了利益最大化 一直在跟杨柳和孙和平 就价格的问题在纠结 不然呀 我就把洪星给贱卖了 大哥身边没有间谍了 十四个亿就来了 对 而且这次简洁克表现得 非常的主动 非常的势在必得的样子 那我们就把股权 卖给简洁克 不 我一直认为啊 自己是一个爱国人士 我会卖给孙和平 不过我担心啊 孙和平会过不了 唐家和那一关 因为唐家和跟简洁克 一直不清楚出的 可是哥你不是说过 资本无国界吗 但是我不能够忍受 简洁克对我的欺骗和讹诈 对吧 他居然把他的手 都伸到我的核心团队里 那我们就把股权 卖给孙和平 对 只有北极 也只有孙和平 才能对付未来像简洁克 这样的无耻之徒 不过 汉正集团那边 会让孙和平 顺利进行这场股权交易吗 行啊 小妹 有进步啊 现在也知道 这么全面那些思考问题 那当然 我又有咱们刘家的商业头脑 别小看我 就我对杨柳和周道的了解 他们一定会阻止孙和平 但是我想孙和平这只猴子 一定会有办法 包括对待唐家和 还有洪新那边跟你说过 唐家和他们 不会欢迎孙和平 但是任燕安会欢迎的 老人这几年 苦苦地支撑着洪新 只要他们两个人 能够同力合作 此事可为啊